这是 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这个时间呢 跟我 一起做这个节目呢 是我们观众熟悉的吴强博士 先请我们的观众 请我们的观众 欢迎吴强博士的到来 不用 对我们刚刚见面不久 早上刚见北京时间早上 刚见周三 又见了 这是我们啊 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节目 吴强博士的出现在不同的节目之中 那么我们两个人做这个今天大新闻的应该是第一回 今天讨论的题目呢 第一个是这个 北京啊 在中国发生的这个松大午的这个案件 这个案件的经过了 14天的审理之后呢 判决结果出来了 啊 那么松大午先生在法庭上说 啊他有今天呢 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过去 那么这个案件呢我认为啊是一个时代的彻底的结束 因为 在法庭的这个陈述之中呢 法官说你们 大午集团的38年 就是38年的 犯罪的历史 所以说我们的标题啊 要算总账 看看 是不是 算总账 这是一个 那么 在读这个松大午的这个判决书呢 陈述呢你发现 他在法庭上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我觉得是个著名的演讲啊 他拒绝 县媚的笑容啊 我不怕你们判决我 他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尽管如此呢 啊我们看到他的判刑是很重的 最后18年 18年 他手下的也没有放过 尤其是姓孙的啊 前面姓孙的 这些批人没有被放过啊 松大午18年啊 松蒙12年 松德华12年 松志华9年 然后大午集团被罚款 10.37 美元追缴非法所的1000 500 500美 1500万元左右 啊 这是松大午的案件的结果结果我们要和倾听吴强博士的讨论 第2个呢 我们要关注这个啊 小扎和习近平之间的啊关于富年晚走向或者高科技走向的一场秘密战争 这个战争的最近通过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出来 三年以前啊 小扎 他就说啊 他跟习近平在互联网上的战争 说 涉及到两个互联网模式的这种争夺啊 再往下呢 这个美国国会呢搞了一个新疆问题的这个 听证会 那么这个听证会 被认为是啊 被认为是最令人羞耻的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 这是为什么啊 最后呢 我们还要关注一下中国的这些高科技大款们呢 从各区的特别高门小气 突然变得豪爽 愿意捐钱 啊有些人就说是不是啊 花钱消灾的一种捐款 我们要关注这些问题好了 第一个话题呢 我们请 吴强博士谈谈啊 最新发生的松大午案件 对这个今天大新闻这个节目样式 其实我还不熟悉 对我怎么来把握 明镜火拍做什么样的区别 其实我还没有把握 欢迎观众们也随时提出意见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这个 这个今天大新闻好像这节目应该是更多的是 谈论新闻本身 而不是评论 我擅长的似乎是评论 我是有一些直接的感受 我今天下午在看到朋友圈在传孙大午的这个 高贝殿法院的判词以及他的质变词 然后确实是有些感受 这个事情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呃持续很长时间不是指的审判持续很长时间 审判其实很短 但是孙大午在被羁押这个已经 有日子了 有多少时间 两两年了吗 差不多 孙大午的事情啊 啊就是他被羁押开始算 啊 羁押可能两年不到 两年不到差不多两年那么 呃这两年 中国社会发生了 这么大的动荡那么大这么多变化 就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有关系 呃地产 在发生变化 到020年11月11号开始 嗯 被代理 对教育在发生变化新冠的发生变化 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那么孙大午 也在 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判词这个这个法庭的法官 在讲的这个词是很意思的 38年他就是犯罪集团 那基本上我觉得 这代表了北京 对改革开放的 一个态度 那那那确实 那不止绝对不止孙大午一个人 那18年判的和 任志强是一样的都是18年 那么这当然不是 吴小辉 吴小辉18年 嗯对 好多个18年了18年 对这就是企业家的一个标准待遇 18年 那么那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一个一个 北京高层对企业家们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也是对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么整个改革开放 在北京看起来 在开放过程当中 中产阶级得到的财富 也许还不得到被承认 要他们要善待中产阶级 要要 要满足这种 中产阶级的这些中国梦 这种这种美好生活的追求 但是 不能有企业家 这这个事是很奇怪的 企业家其实是原罪的 他们是犯犯罪的 他们是有罪的 我觉得这个 案子的 政治意义 某种意义上讲 比任志强 比吴小辉的政治意义还要强 更强 但是在 逐渐的 从吴小辉到 任志强 其实过去还有 类似的 比如说重庆的 有一个企业家 叫做 李 李李 我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对 他叫 美国给他含冤 对 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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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 大家知道的不知道的 那么 大大小小的 李怀庆 李怀庆 三栋颠覆罪被判20年 李怀庆三颠20年 颠覆罪 颠覆罪 那么20年 对 他更多了两年颠覆罪 颠覆罪 是给他们宣布的是 他是通过司法 依法治国的方式来 做一个政治的定性 而不是说 出台一个政治文件 来批判 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 要宣布回到 1971年 我觉得当局并不是 那么想的 而是通过对 这些企业家 逐个逐个的 做这样的一个批判 然后 做这样的审判 然后完成一种政治批判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通过法官 通过 我们知道法官这些会议 都是要不断的 他们只不过是代理人 只不过是木偶 在执行最高层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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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 这些小小的 高贝店的法官们 决定权 裁判权 在他们手上 中国的这个司法体制 我们都了解 这个 他们基于推进 基于起诉 基于推进 这个 这是一个政治案件 不是一个 企业家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 有一点好处就是 它是一个政治审判 政治审判 我们看到的 您刚才 陈小平刚刚说的 他 孙大武的 质变 其实最后的质变史里面 他不想做出一些 惨媚的一些 一些 一些表情 一些笑 我觉得 这些企业家基本上都是很硬骨头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从任志强到李怀庆 到 到这个 这个 孙大武 都是很强的信念 我觉得这是蛮 可贵的 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是对的 是比如说 在 在 孙大武的案件当中 他相信他在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 他主要是一个改革 试验 那试验 对这种试验 改革到底应该怎么判 其实应该是由政治来判断 而不是由法庭来判断 法庭 事实上 不能判断 那法庭判断的是 他一些 所谓的冲击性的 群性知识 冲击性的一些 集体 事件 我们说 通常所说的 这种抗争性的运动 那么很多时候 我们看这个运动 当然主要是 孙大武集团的员工 然后跟当地地方 有些关联 那么当地就认为 孙大武要为此负责 这确实都是把 这些 集体性的运动 简单化了 那么认为 孙大武是首恶 有点类似 扫黑了 其实是有点 把它没有明确讲 其实是有一点 扫黑意思 认为 你在当地 是这个二势力 当地并不敢对他 我们看审判 其实不敢对他是做 政治审判 对政治审判 反而是对他是起 各种这样的 非法经营罪 非法情障 矿生罪 非法 还有一个寻衅知识 冲击政府 等等 主要是讲这些东西 基本上 当然也没讲他是黑社会 但其实我们看整个逻辑 是在 以这种扫黑的这种方式来看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去看 我们就节目时间有限 总结一下看 我想强调的是 我的感触的很深的是 虽然我没有到 孙大武的这个地方去过 但是在北京 在过去几十年 孙大武都一直是一个 传说 北京自由派的朋友们 跟孙大武来往非常密切 大武酒 孙大武他们自己酿的酒 我们在北京的饭局 经常能喝到 虽然其实不是太好喝 但是 他真的是一个 在北京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我是传奇 孙大武其实在 他就是 他是一个传奇 是在这么一个 不过 我就觉得奇怪 我从他的判斥 我从他的制片师 你都真的才 某种印象讲 才第一次真正的认识到他 他就是一个 过去三十多年 大武集团的存在 其实他拒绝股份合作制 拒绝股份制 他找的就是一个 集体主义的道路 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 他是一个共同富裕的追求者 他搞自下而上的选举 其实在政治学理论看起来 他就是一个 盛西门 复列的现代反版 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我看起来 那就是共产主义者 他跟当年的富裕 盛西门有什么区别呢 没什么区别 他实际上有差别的富裕 有差别的富裕 就是说你要员工的 那个高管要拿高工资 必须把员工的高工资 也拿到干起来 才拿高工资 不能把这个拉大 其实是 还是共产党员 简单的讲 他还是共产党员 简单的讲 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而且还是一个 19世纪早期的共产党员 那时候还没共产党 1848年之后 我们才谈这个共产党 才有意义 但是看起来 他真的是非常接近于 1848年之前的 这种兄弟会 这种 这种 这种矿工协会 类似的这种 或者富裕业 我刚才所说的 真正的初心 他是真正的初心 共产党主义 是一个初心 企业家 而且是党员 而且是 比 沿阳初 比 过去 我们在 北京 我们看到了 河北很多 这种 沿阳初 这种乡村学派的 这种改革实验 更成功的 更实际的 共产党主义 乌托邦实验者 但是过去几十年 他一直和北京的 自由主义者 走在一起 似乎双方都有 很深的误解 这种双方的误解 我觉得才是 中国这种 改革开放 孙大武身上的 最奇怪的 最孤独的命运 就是他这种命运 挺奇怪 挺孤独的 这他自由主义者 好像并不理解他 私下里 我也听说 有很多嘲笑 就是实际上是对他 他在北京 这个自由主义当中 虽然是传奇 但是好像他们 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甚至有一些 北京的这些自由派 知识分子 甚至对他有些轻慢 然后呢 理工大学的那个教授 胡教授胡什么 胡就写个文章 胡信道 胡信道对 他比较了解 这个孙大武 他比较坦诚的 写文章批评过他 对 是是是 所以其实北京的自由派 是比较轻慢他的 一方面 但是轻慢也很多重的 孙大武其实挺空门 那个人 他在北京 这个饭居啊 什么什么 并不是很 大吵大吵的 请大家吃什么豪门饭 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 所以各个方面 但是他又跟 北京自由主义者 混在一起 这个是当不合适 但是说走在一起 所以他现在 处在这样一个下场 其实跟任志强 有点不太一样的 是很有 很有意识的 就是 他并不被自由主义理解 但是一直跟自由主义在一起 但是他跟自由主义者 这种联系 我觉得又是当局 很忌惮他的一个 很重要原因 就是认为他是这个 跟任志强是一类的这种企业家 是有政治企图的 他当然是有政治企图 但是这只是共同富裕 只是一个富裕业 共产主义的初心的人物 我们看到是这样一种状况 然后今天遭受了这样的命运 所以我们看基本上在中国企业家 无论左中右 只要你有政治企图 就像中纪委不久前的讲话一样 就是企业家不要问政治 问了政治 那么 下场 那就摆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的其实是很清楚的 那么不论你就赚钱 你就听命令 你就你要被巡抚 这个是狼磅 这个历史的规律 这个资产经济 要你捐多少 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觉得党国 可能我一直在讲 或许就要巡抚的 要统治经济下的这种 这种配合的企业家 听话的企业家 巫小晖的事件出来 从统治经济方向走 统治经济什么 他不是计划经济 不是中国人 这个今天那个 那个巫国 你的那个网络一个问题 计划经济市场 不是完全去 就是恢复到 那么只要你有政治企图 那么就违背了 这种统治的意愿 那么就要 操莫家产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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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进 进监 路监 我觉得 他 他就是一个政治审判 今天的政治信号 我觉得讲得很清楚了 但是孙大午很孤独 他没有办法 联合国内的左派 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者 原教旨主义者 为他来辩护 在国内这样子的 企业家 其实很少 很孤独 没有真正的 多少像他这样子的 富裂主义者 这样子的共产主义者 有初心的共产主义者 真的是很少了 所以在这一上讲 他被 他被这样迫害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 就是 大家喊一喊 说一说就完了 但是他还真的去这么 初心去干 这个让 我觉得让 让让 让现在的体制 这种虚伪体制 是很难堪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 中国社会 政治最悲哀的一个事情 当然也是资本 很 对资本大多数来讲 他们是很无感的 他们无法理解 这样一个 为什么一个资本家 为什么一个创业者 一个企业家 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也是自由主义者 所不理解的一个事情 好 这个孙大午这个事件呢 是我们今天的突发新闻 那么我们下个话题呢 我们回到我们原设计的 这个讨论的话题 就是今天大新闻的话题 那么这个话题呢